之前我们先教大家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其实如果你回去的时候 或是说你有可能是在学校里面 你有可能是在 不是用你自己的电脑 简单说就是你可能不是在你自己的电脑 你想要在某间电脑教室里面 想要开始写作业 因为那一天出来 你觉得那个心情特别适合写作业的时候 然后又发现不是你的电脑 没有安装拍场怎么办呢 那现在就要为大家介绍 有一个叫COLAB COLAB COLAB 然后你就在Google里面搜寻COLAB的时候 因为是Google做的 所以第一个就会是Google的COLAB 就这样 Google COOLAB 搜寻到这一个 那就是不用安装就可以使用 Jupeer Notebook 简单说就这样 然后一样就打进去安装的时候 不是安装 就打进去了以后 Google COOLAB的时候 它就会要求你去登录你的Google账号 因为我应该已经是登录了 所以它就没有要理会我的意思 它就直接说这边可以新增一个 在右下角一个新增New Notebook 然后就新增新的Notebook 然后就等待它一下 然后它就会出现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非常的简单 那如果未来有会去做深度学习的 先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Google COOLAB其实是有免费可以使用的GPU或是TPU 所以你在高速计算上是有需求的时候 你可以用它们免费的GPU或是TPU 但是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画个简单的秒点图 不需要用到这种高尚的东西 所以我们只要直接使用标准版的GPU 对不起 COLAB就可以 然后一样在这边也可以改名字 那.ipymb是标准的Jupiter Notebook的那个缩写 它档案的缩写就是.ipymb 然后我们在这边就可以自己取一个名字 又要取名字了 又要取名字 随便 就取了一个档案的名字 然后我们在这边可以下完全一样的指令 比方说我刚刚的简直是没有慢动作 import non-py np import mayply 再一次 其实各个科系都是一样 就是用到python的时候最长最长我们要用到的 可能就是要去做数据分析相关的一些东西 然后就是要很习惯的打入刚刚上面的这三行指令 然后出来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这跟之前的一模一样 我们就是np打一个linear space 然后-5到5 然后取个200个点 然后y呢就是np.sync x就这样子 然后就plt.plot 然后x就点y就这样 然后就滑出来就这样 非常的迅速确实简单容易 所以你回去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样子去画都可以 那一定会有同学开始问了 说那我现在作业要怎么教作业我们会有一个会开一个讨论版 就是每一次的电脑作业也会开个讨论版 反正日子也会开个讨论版 然后那个讨论版的时候你就去回应 然后就把你的作业交上来就是这样 然后同学会说那我的程式教是怎么教呢 这个非常非常的简单 像我们这个这么简单的 只有这一页那你就可以把这一页就是一幕拷贝下来 然后裁出这一页来 也可以 但是你如果说你身为资科系的同学呢 要展示你这个资科系的本质 那非常的欢迎你就把这个上传到Github去 然后你上传到Github去的时候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那好现在顺便再示范一下下 你在Google里面 现在在说教作业 不一定要这样做 你用一幕拷贝是可以的 就是你把那个画面剪下来也可以 然后在Google里面 在Google里面你搜寻叫做NB Viewer 可能还要打Jupyter比较安全 JUPYTNB ViewerJupyter 好那打完了以后呢 就会看到看到完了 完了 他到底哪一个是NB Viewer 是我的NB Viewer 糟了 我觉得不太好 那我后悔刚刚说的话 好我们直接打网址进去好 我现在再等一下 那助教在那个里面打网址给大家好 应该是HTTP 要不要Ace Ace吗 NB Viewer 点Jupyter 点OV应该是吧 对 错 好 我在这边再打一次 就是NB Viewer NB就是Notebook的Viewer 其实本来就是在这里面 NB Viewer 然后点Jupyter 点OV 然后就出现 就会看到这个可爱的NB Viewer 然后呢 如果知道怎么样子把自己档案上传到GitHub的话呢 你在这边就可以搜寻你的GitHub的名字 比方说我的GitHub名字就是YENLUNG 就是YENLUNG 然后进去的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这个各个各个各个我的Repository在上面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那个各种的Repository 然后比方说这个什么Python3 Data Analysis 点进去了以后呢 你就找到刚刚的那个Jupyter Notebook的IPYMB这个档案 比方说我要打开这个档案 我就按下去 然后你就会发现 人家即使没有惯那个Python的人 也看得到这个网页 所以他就是会以那个程式码的样子 就会给大家看 大家也可以在这边看到说 Jupyter Notebook有很多好处 包括他写笔记的时候 他可以写那个 用Markdown的语法去做很棒的笔记 这个有问题的话 或是有兴趣的东西 未来也可以多来找我 或是找助教去讨论 然后呢 最后呢 就是你交作业的时候呢 交作业的时候呢 就在这边 这个可爱的网址 就是你的程式码 可以直接看到的网址 就在这边Copy这个程式码 给大家看 就这样 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在线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 其实 有同学问 可不可以交Collab 他意思是分享Collab的连结 分享Collab 确定那个权限可以 应该也可以 对 对 对 但是自己要小心那个权限 不要是只有你自己看得见 刚刚说 可不可以 我在Collab写完了 我干嘛还要再转到KeyHub上面 之类之类之类的 那在Collab 应该也可以分享那个档案出来 也可以 然后只剩你在那边 在Collab分享那个档案出来 那我也会进到Collab 会吗 会吗 会 可以 那没问题 那但是你的权限要 记得要开好 就是要给别人看到 就是如果你在Collab写完的话 你就直接分享 也可以这样子 然后刚刚已经说过了 不用太紧张 如果说你自己觉得说都不行 这都不是你的菜 然后你就是想要做荧幕咖啡 可以 可以 那事实上 因为我们比方说 我们是画图的 你如果只给我们一个连结 其实有时候会看不太出来 你在做了什么伟大的作品 所以你也可以把 因为一个讨论板里面 可以有连结 也可以图有图 所以你还是可以把那个最动点 例如说那一张图 把它拷贝下来 然后放到 放到我们的程式码上面 不是 放到我们的作业上面 就在讨论区 你回复的作业里面 有包括程式码的连结 还有那张图 给我们看 大家就会更知道说 你做错了什么东西 好 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没人了吗 既然大家没有什么问题 真太可怕 来来大家再考虑一下 有没有什么问题 在今天离去之前 或是对课程有什么问题 因为等一下我们就要开始 做一些 没有奇奇怪怪事 我们等一下就要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开始 试着录制课程的时候的状况 那个大家其实就可以 不用理会我们了 这样 有人说可以再示范一次MVViewer MVViewer 好 很好 大家有问题就勇敢的说出来 就是刚刚说的话 就是MVViewer 我先给大家网责 刚刚主要是已经给大家网责 那就是MVViewer是这样子 如果你已经在GitHub上面 你已经在GitHub上面 奇怪我为什么突然找不到我自己的 我在这里 我到底共享到什么去了 共享这一个 对 好 就是如果你自己在你的GitHub上面 你已经有一个程式 传到GitHub去了 再顺便说 就是对程式有兴趣的 真的非常非常鼓励你 花一点点时间去学GitHub 怎么样做 然后如果你已经上传到GitHub 你的GitHub里面去了 然后你就去打入那个MVViewer的神秘网址 其实顺便说一下 如果直接在GitHub上面 看那个连结其实也会是正常的显示方式 就是Jubilee Notebook的显示方式 只是直接在GitHub上面看比较慢 就是他需要做处理 然后干嘛干嘛 很久很久之后 大家终于看到你给大家做 好 但是用MVViewer比较快速 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 如果是 如果是在GitHub上 就是用MVViewer 那就进到这个页面 进到这个页面以后 搜寻你的GitHub的ID 比方说再一次 我的就是YENLUNG 我相信这个同学 一定是会有配合我的宣传广告 所以这样子可以多宣传几次 YENLUNG 然后打进去了以后呢 就会看到很多的GitHub Repository 就是每一个专案 这个专案其实在你自己电脑里面 就相当一个资料夹 那这资料夹里面 可能还有一些小的资料夹 或是程式码之类之类之类的东西 那我们刚刚打开的是 Python 3 Data Analysis Basics 然后现在我们换一个就是AI Maze 然后我们就换进去了以后 然后就会看到说呢 就会看到说呢 这边也有 刚好有一个用Python画个图 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 那我们就随便打开一个 比方说用标准神经网路 做手写辨识的IPYMB档 就你这边有几个 你自己写了几个Python 这边就会有几个IPYMB档 然后就点进去 就这样就好了 它就会呈现是Jumpir Notebook 你看得到的样子 所以就像这样子 然后那你看到的完全没有错了 那你就把这个网址 上面这个网址把它Copy下来 Copy下来之后呢 Copy下来之后呢 就可以交出来了 就是这样 好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 那就是这样子的 帮我来看看